好 穿耳洞卻造成了大腿感染 怎么一回事呢 有医师分享 一名16岁患者他穿了耳洞之后 因为清洁不当 结果两只耳朵肿胀 细菌还顺着血流感染到大腿 造成了整片发炎红肿 医师也提醒 要是不好好处理 恐怕会导致败血性收渴 大耳洞能搭配各式耳环 天上独特亮点 但展现小巧思 小时引来大麻烦 医师王胜如就分享 他的一名16岁患者 穿耳洞后清洁不当 结果两耳肿到像猪耳朵 而且细菌还顺着血流 感染到大腿 可能点滴的抗生素 也许大概一周 加上口服的抗生素 有可能会产生 就是心脏的感染 然后造成心律不整的状况 甚至带血性的休克 清洁没做好 第二个呢 他可能在洗涤的时候呢 水跑进去 第三个说 睡觉的时候呢 压到的时候呢 造成了有轻微的一个伤口的时候呢 造成了气韵干人现象 不想打完耳洞 却感染大暴痛 医师建议首先 使用的器材 最好不易引起过敏 像是医疗级别的不锈钢 或钛合金 也得保持清洁 穿耳洞后 以消毒液或清洁剂 洗进耳朵周围 如果守卫消毒 也别随便碰触 万一还是不慎 出现异常状况 千万别拖延 要尽快就医处理 红种热痛 有恶臭的这个荣誉 或是那个 跟蜜物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要担心 是耳洞的地方 可能有代表 尽量不要打来 在这个耳骨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 的确在门层中 发现很多 打完之后呢 形成这个八层组织 现主的这样的民众 上市非常多的 打耳洞 追求美 但细节也别马虎 陪上健康 得不偿失 这是另一个领域的 特别的